2月15号正值元宵佳节 北京冬奥组委会同北京市委宣传部 北京市昌平区组织主媒体中心 注册记者赴居庸关长城参观体验 为记者们开启了一段美妙的冬日长城之旅 当天中午 记者在居庸关长城山脚下看到 巍峨的长城沿着山巒绵延起伏 在白雪与蓝天的呼应下更显雄伟壮观 外国记者Peter说 这是他第一次来到长城 置身其中让他感受到了 中国悠久的历史与丰富的文化 长城陡峭爬起来有时需要手脚并用 这对Peter来说是一个新奇的体验 它是比较健康的比较健康 它是比较健康的 我们在外面之外 我们都享受它 但它是很奇妙的 在这么长时间 它仍然在很好的状态 我会拍摄很多照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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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外国记者马蒂娜说 她在北京冬奥会主媒体中心 接触到了太极拳 中医等一系列中华文化 这次长城之行更是让他印象深刻 他说 这就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魅力 将东道主国家的文化与世界相连 居庸关长城被誉为天下第一雄关 也是中国万里长城重要的组成部分 当天有中外媒体记者和媒体工作人员40人 参加游览活动 据悉 本次活动严格执行北京冬奥会疫情防控管理规定 在闭环景区参观 全流线点对点闭环管理 完全与社会面分开